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他分析就是说这个是新房开盘 它的价格如果高于20%去年6月份的时间 你就不用买 这是太高 这叫要价500开价1000 如果他是用10%的加价 从去年的6月份7月份的价钱 用今年10月份加价属于合理 为什么 因为政府已经加了8% 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杂碎 加价也接近10% 手续费这样那样的加价 如果是在这个价位的水准上 你看到 go ahead 去买 他就看到了之后 当天去排队 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买新楼款还要排队 还拿不到 先到这 先拿号码 他拿了一个号码 他排到第四 拿到一个号码 拿到一间房子 那个价格就是说 我跟他分析那个 建筑商只加10% 道理就是从那个价钱 从去年的六七月份的现货价钱 跟今年的价钱差价10%左右 那他就买下来了 那就说新盘会没有 有没有减价 他没有减价 他只是开高价 再降低一点 给你做incentive 让你市场接受 发展商是需要降价 开售盘吗 这么短的时间 发展商也没有得到什么冲击 所以他不会减价 但是他会把价做住 但一段时间 他给你一个incentive 叫你几个人来买到 跟着他就告诉你 我隔个下星期就加价 你就可以要 一定要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怎么办 后边的人买不到了 就觉得价钱又涨了 就会如果是市价 稍微高一些 10%到15%之后 人就开始 又开始疯狂的去抢 这是建筑商玩的游戏 希望这个买家市场 就是说被他们 side up这个游戏规则 运用他们的规则 让你follow up 所以就说 他不用降价的方式来卖 他用较高价 再回价 incentive的方式来卖 也有卖到一些单位 这是说在 就是9月份的时间 新楼盘还要排队去买 如果他买完 这个人进去看到这个房价 一看是20%价 都退掉 掉头就走 但有几个不退 为什么 他拿到了比较前边的几个单号码 他就是10%左右的增值 他就买定了 但建筑商不希望一次性的卖掉 他只是说一直有这个市场 有这种造势 这个action有 交易在有 但是不多 对他们来讲 他可以慢慢越等 价钱就越高 所以这是一个游戏 那就说近期的买家保持什么线 就是说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有两股市场 一股市场是卖家的市场 卖家的市场看到种种因素 认为政府虽然这样做 但是的supply减少 二手房屋没有税制的问题 你不买新房屋 你会买二手房屋 二手房屋会一直会慢慢的价钱 会推上来 那就是说价钱不会减 不想减不是不会减 不想减价 那新房屋呢 八个percent政府要收税 你接受不接受 通常买新房屋都有自己的需要 一定会买新房屋 所以在这十个percent左右 还能接受 是政府收 不是建筑商收 他还能接受 原谅建筑商 不原谅政府 但是还有需求 所以这是卖家的市场 买家的市场呢 是一个有买新楼盘的人在观望 买新楼盘的 买二手房屋市场呢 就是一直在希望 这几个因素 把房价给打下来 冲下来 所以多数人处于观望的状态 也有一些对房地产很有信心的人 他做什么 他见到有人卖价 低过今年的市房价的价格 即可就卖掉 拿出来一个星期之内 不管在哪一条街 像央街上面的楼盘 如果你用去年十月份左右的房价 六月份 十月份之间的房价 拿出来一个星期之内就卖 如果你用今年的房价放在那里 九十天 一百天 一百二十天都卖不掉 就这么 市场有没有 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市场 但是呢 大家都在观望 捡到便宜就买 捡不到便宜就在观望 现在就是僵持 现在就叫拉锯 那就说希望房价下跌 但是还有一个就说 拉锯的过程中呢 就叫一个适应期 那对购买市场 这个群体呢 希望房价下跌 卖方的市场 整个有资产的卖方 建筑商也好 二手卖家也好 希望这个房市拖着 但是今年的走势就是说 增值的可能看不到 今年增值到十二月 不见不到房价会增值 但是大跌的可能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希望 因为现在人拖着市 只有几个人 少数人想走 卖低一点 他就卖掉 多数人都在拖着市 不放 多数人现在的那个市场上的listing 都拖在九十天到以上 大家也都OK接受 因为现在卖家的市场 有很多人 就是很清楚 对房地产的这种信心在哪里 就是说这次的金融风暴 这是卖家市场的心态 看到了 很多人对房市场 有信心的这个观点在哪里 这次的金融风暴 证实到 首先先讲加拿大 金融是不可靠的 金融的投资摆位置 资产分配 分配在金融部分 是不可靠的 这个证实到了 就是加拿大的银行 这么稳定 制度这么健全 国家在这么这么好的保险 这个制度 都没有保障住金融的部分 但是房地产的部分 全部都保障到了 而且还有争执 没有贬值 这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看到了 那有钱人呢 那个资金的摆放 现在就出问题了 是摆在哪里呢 分配 我们不讲穷人 就讲有钱人 有很多现金 这个现金是摆放在金融投资啊 还是摆放在现金银行啊 还是摆放在不动产 暂时政府要扣当 就是知道这个资金的摆放 出现了不平衡的这个moment 那就是金融风暴证实了之后 银行摆进去是零利息 一个利息都不到 还要给政府缴税 摆在金融投资上 还会不见钱 还会缩水 只有摆在房地产上 但是政府为了不让房地产暴涨 所以就给了很多压力在房地产上面 但这个钱还是没地方去 所以现在这一堆钱 还是等待下一个突破点 如果政府的政策 银行的政策 松松手 房地产商那边又会推起来一些 就多钱进房地产 如果政府一直压着 不让他涨 那人就不进去 没利就不进钱嘛 一垫到有利 这笔钱 这个群体的买家就又摆回去了 所以现在购买市场 对房地产的 看好房地产的市场 但是接下来到今年年底 应该是平稳 等得住人类就继续保持脱市 等不住人类卖便宜 马上就卖 就是到圣诞节会卖掉房子 只要你的价格便宜 因为我们是代表投资者 非常多的投资者 手里很多钱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现在买进去就觉得 没看准市场 是跌下来5% 还是平在这里 当然了 平在这里 什么时候都可以买 如果跌下来5% 那当然买进去就便宜了 5%就是要争执自己的 这个本金了 所以就说现在这个市场的分配 在短期内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们会 还有一个客人已经提问到说 那个利息会不会冲击到这个房价 我们下一期的 这个讲座的话题 就是利息 加拿大的利息要看环球大势 那加拿大的经济也在慢慢复苏 所以我们下一期的时候 会讲一下利息会对房地产的 这个价格的影响 那这一次就是讲的 就是说这个走势 那就是 现在就是拉锯的状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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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